我国疫情降为二级后 路上车变多人也变多 戴口罩防疫做到位 因此精神科医师沈正南 po文分析 疫苗涵盖率还有戴口罩防疫 压低新增数目甚至能迈向清零 工卫教授陈秀熙分析全球疫情 从二月开始Alpha变异株全球大流行 四月中达到高峰 台湾当时也受到影响 则时间趋缓 现在要特别当心Delta变异株 靠疫苗防疫 目前台湾一剂接种率高于亚洲 欧洲北美洲 但完整接种率还得再努力 Alpha要在台湾完全消失 医师建议观察期得长一点 更精准 不过从近期本土确诊数了解 台湾对抗疫情 宅在家戴口罩 真的有效 台北报道